各位,大家好,我是章话基础医院的护理部,宜珍 那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护理资讯系统跟机器人在我们护理临床的应用的部分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以病人为中心的招呼品质 在美国IOM里面就有提到说整个我们在健康招呼体系中一定要包含六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部分就是要以病人为中心为主体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要从安全,有效,事实,效率及公平的部分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要到这样子的目的我们就要透过资讯技术跟实证临床事物 还有一个研究的部分那来促进我们品质改善的部分 Untuk mencapai tujuan ini perlukan penguatan mengalalui teknologi informasi Practics klinis dan yang berbasis bukti dan penelitian serta peningkatan kualitas pelayanan 在资讯科技的医院上面就是要利用很多的资讯科技 那比如说我们在电脑化医疗指示的部分 可以快速的得到病人完善的资料 即时的监测病患资料 提供医疗决策资源 以及在医疗照护资源的统计分析 然后将这些资讯科技应用在我们医疗服务品质 来提升病人安全的部分 Benerapan teknologi ini memanfaatkan teknologi informasi seperti panduan medis berbasis pada komputer aksesnya cepat ke data klinis lengkap untuk pemantauan pasien pemantauan langsung kepada data pasien dukungan pengambilan keputusan medis dan analisa statistik data keperawatan kesehatan pasien mengaplikasikan teknologi ini di dalam layanan kesehatan dapat meningkatkan keamanan pasien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资讯科技 在护理临床的应用的部分 Mari, sebentar saya akan memberikan pengantar tentang aplikasi teknologi informasi dalam perawatan klinis 首先我们再看我们护理资讯的部分 我们总共有五个主要的区块 第一个就是在 第一个是在 第一个是在使用者上面 然后从管理者 流程跟架构 还有一个支援 然后在经济教育 这五个的区块 从这个五个区块里面 我们再看看我们里面 我们要去从它的效率 效益 病人安全 及有用的部分 来去做一个 dari kelima point ini kita akan melakukan evaluasi yang mencakup efectivitas effeciensi keselamatan pasien dan kegunaan 在资讯里面 它其实是非常多元的 运用 比如说在医院里面 大部分可以分为四个区块 我们先从临床作业来看 就是比如说在我们 护理里面的行动 护理站 电子护理记录 护理手术记录 排成 这些还有一些 我们先从临床作业 出院准备服务 我们开始看 从临床作业 运用的不同行动 好像 等于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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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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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行政管理的部分 主要的话就是在我们的人境系统 财产管理跟人力资源管理的部分 如果在行政管理的行政管理 能够在行政管理的行政管理 像是在行政管理的行政管理 在行政管理的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的行政管理 在教育训练的部分 我们从数位学习的网站 还有我们知识管理的系统来去做 品质管控的部分 这从我们的护理品质管制系统 跟事件通报系统 还有危机管理系统来去做监测 那我们来举例说 临床作业的部分 它可以区分了病人区块 跟我们的临床过程面的部分 在临床的病房区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病房急性跟慢性 手术房有术前 术中 术后的部分 家户病房 还有就是我们的居家房式的部分 新生儿的记录跟生产记录 另外在我们护理过程的部分 我们会从我们的评估计划 跟护理措施品质 这四个部分来去做进行 那如果在这系统中 有任何引用资料错误的话 它会互相的资源 来避免发生错误 那我先来举一个例子 是我们的闭环给药系统 那这个闭环给药系统的部分 自从医师开立医嘱开始 那再来就是由药师进行给药评估 然后到要自动的调剂给药 我们的医师进行给药评 在我们的医师进行给药评 从医师进行给药评 然后医师进行给药评 医师进行给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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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师发出药物之后 我们药品就会进行去做追踪的部分 然后再确认 使用条码来确认给药的正确性 然后给完药物之后 医师要再去做一个药物的 一个记录的部分 所以每一个关卡 我们都会用到资讯科技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从第一个 进入核对医嘱的部分 护理人员进入护理的作业的系统 他会先确认医嘱核对 医师进行进行给药评 医师进行给药评 那医师进行给药评 那医师可以开始执行给药的动作 当我们给药的部分的话 一样用到我们的科技的部分 确认每一个给药过程当中 都是正确的 当我们来进入这个系统 我们首先要进入 病人的给药评 进行一个病人确认 所以我们会拿一个扫描器 然后跟病人的手圈 去做一个病人辨识的确认 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右上角这个地方 就表示说 我们已经把病人身份做确认了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药物的确认 我们护理师会从药盒里面 取出药物 药物的右上角有一个QR Code 它会扫描器来去做扫描 扫描之后就确认 这个药物比对 为右下角这个药物 它就会返回绿色 再来药物我们就要进行 我们的药物的确认的部分 在这个画面里面 点选这个药物之后 它就是有它的药物的作用 那还有副作用 在这个画面都会呈现出来 那药物本身 它也有一个剂量的部分 当它的剂量本身 如果它瓶身是在4000 一瓶是4000 mini ground的话 那它只要给3000的话 它这边会有红色的底色来提醒说 这个是不是一次性的剂量 要确认 接着它们来确认定 在给药当中还要再特别看一下 就是它有一个药品的提醒 比如说这个药物是容易跌倒的 不作用 还有就是高紧吸用药 或者是它是管制药品 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也会一一的来告诉我们 最后我们给病人给完药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按储存 就是我们完成我们给药的动作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是书学的闭环管理系统 这个书学的闭环管理系统 是透过医疗团队 检验医学部 护理部跟资讯部的跨部门合作 来建立的一个书学闭环管理系统 那主要包含了我们要从医疗开立之后 采集检体 和血 学库 发送血 接下来就是学品的传送 然后到护理站的接收的部分 那在书学到病人身上 做病人便是 最后要把它记录 监督看病人有没有一些 书学反应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整个流程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医师开立病人要书学的部分 那护理师会介绍一个手圈跟QR Code的部分 来确认医住 确认病人身份之后 系统会跳出一个画面 就是要有 采血的护理师 跟核对的护理师 两个人 那要确认病人的基本资料 学习 背学的项目 及书学的识印证 后来 探索 那么 监督看 可以显示 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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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整个书学的一个流程图的部分 我们从签收检验试血带开始 然后确认依图 同意书 有签署 第一就是要洗手进行病人的辨识 跟跟病人解释书血的过程 确认书血的管路是顺畅的 然后测量它的生命真相 才能核对书血的一个动作 书血的过程当中都要在监测生命真相 那要观察病人是不是有输血反应的部分 如果有我们要进行回报 书血结束之后我们也是要进行回报做记录的部分 那每一个关卡都是要靠资讯来去做提醒 以及进行病人辨识的部分 那我们来进入这个系统看一下 当护理师收到检体的时候 他会进行检体的签收的部分 那这个系统看一下 它就是从血带签收 然后血带之后刷条码之后 那自动它帮你点选 现在这个病人 他要血的血带一次回来的计量 那就可以完成签收的动作 然后说 然后 你开始进行检体的水平 在这个栋梁里 然后接下来 水平原来 然后再进行检体的科技 这种栋梁里发现 然后然后开始进行检体的栋梁 这是一切 就像在书血栋梁里 我们要进行在病人的室血 书血栋梁里 来进行病人的 匙认 同样刷 QR Code 后来 那特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我們這個手圈裡面 除了它的原本的條碼之外 我們系統會自動 前面會產生兩個號碼 讓人員無法去做一個複製的部分 才不會濫用 我們也會實行 在腱膜的腱膜中 我們會提供兩種複製的方法 我們會提供兩種複製的方法 才不會濫用 所以是在國內外文獻裡面 有特別提到的部分 避免條碼的濫用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有加做這樣的一個功能 這也有在國內外文獻 會提供到 肥膜的腱膜 必須做得到 做得到的方法 讓它不容易被散開 不容易被散開 不容易被散開 那血帶要輸到病人身上的時候 當我們刷進去發現 就是有不同人的血帶的時候 系統就會有一個警告來提醒我們 說這個不是你要輸血病人他的血帶 那因為水品輸措施會造成病人死亡的 所以要有很大的系統來去視窗 來讓護理人員說 這是非常危險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得非常的鮮艷 同樣的輸血的話 一定要有兩個護理師 來去做一個輸血的核對的部分 那輸血前的話 我們就要來確認我們的生命真相 當我們把兩個護理師核對完之後 系統就會跳出右手邊 要先測量病人的生命真相 那在輸血的過程前 還有開始輸血中的15分鐘 跟輸血結束都要做這樣子的 一個生命真相的檢測 以便發現病人是否有異常的輸血反應 所以時候 齡師相對進行荒接 bei進行荒接施 moc者 開始通常 sebelum selesai melakukan transfusi dara kedua perawah tersebut harus mengecek kondisi pasien atau tanda-tanda vitalnya untuk memastikan pasien dalam keadaan baik saat melakukan transfusi dara di dalam sistem ini juga dapat mengingatkan perawat untuk memperhatikan apakah pasien mengalami reaksi buruk terhadap proses transfusi dara untuk melakukan pencatatan, pelaporan pada saat melakukan transfusi dara jikalau pada saat selesai melakukan transfusi dara dan dara perlu dikembalikan kepada bank dara maka sistem juga akan mengingatkan tanda-tanda atau keadaan pasien pada saat itu seperti apa kemudian kita akan juga belajar saya akan membagikan mengenai seorang perawat pekerjaan perawat yang lainnya pertama kita akan melihat pemindahan alat tanda-tanda vital alat-alat tanda vital setelah memindai kode batang gelang pada pasien maka sistem akan masuk kepada sistem NIS NIS setelah itu sistem akan dapat secara otomatis membuat grafik trend tanda-tanda vital supaya pasien dapat mengenal jelas keadaan pasien sebelumnya, sebelum ada sistem ini kami harus menggunakan pen warna merah, biru dan hitam untuk menggambar sendiri keadaan grafik daripada pasien setelah ada sistem ini kami tidak perlu lagi harus menggambar sendiri dengan begitu pekerjaan kami akan lebih baik lebih lebih bagus 另外,我们来看 我们的營養篩检 评估的部分 berikutnya kita akan masuk ke dalam konsultasi rintas team 当我们 病人入院 入院之后 我们会进行 营养篩检 当它的分数 大于 四分的部分 系统就会提醒我们 要照会 营养师 setelah pasien masuk ke dalam rumah sakit kami kami akan melakukan konsultasi rintas team dengan melakukan penilaian kebutuhan apa namanya kondisi kebutuhan pasien pada saat itu penilaian gisi maksudnya 那这个就是 资讯需求 在做一个 跨团队的 照会的整合 jika penilaian gisinya lebih dari empat maka akan langsung melakukan konsultasi dengan alih gisi inilah konsultasi rintas team yang kami lakukan yang berikutnya yang berikutnya adalah contoh keperawatan edukasi setelah pelah pasien keluar dari rumah sakit dan kalau jika ada yang perlu diperhatikan 同样的我们出院的卫教护理师 他也会在病人出院前来去做进行这样子一个卫教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病人的压伤照护的系统 这个系统一样在入院护理评估的时候 护理师会用Brandon Scale来去做评估 那这个评估量主要有六个部分 感觉知觉程度 潮湿程度跟活动力 移动力跟营养状况 那这六个总分如果小于等于16分 系统就会帮我们带出护理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系统的话就是Brandon Scale小于16分 如果病人有压伤的话 我们就要确认他是有皮肤损伤的部分 那如果没有压伤 那我们就会给他一个高风险皮肤损伤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护理问题跟护理计划 如果他有压伤的部分 那我们也有一个手机是有APP的系统 可以将照片传输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如果他经历护理 的话 网友有一个应用选择 可以拍摄的情况 护理计划 然后把它进入系统 那护理人员去点选他的部位 然后他执行拍照之后 就把这个照片传到我们的溺食系统 我们当我们的溺食系统的时候 我们点选我们的新增压伤伤口的部分 这个系统就会自动在我们刚刚照下的APP系统里面 寻找到这个病人的照片 那我们快点两下之后 照片就会上传上去 那后 直接就会自动在我们的溺食系统里面 然后 直接就会自动在我们的溺食系统里面 然后 直接就会自动在我们的溺食系统里面 那我们也会承识我们的一个护理的问题 从我们的护理招呼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记录 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提供病人的招呼项目 那另外 也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翻身的系统里面 那系统的串接让人员不会忘记 自己遗漏到其他的护理招呼的项目 那我们就建立我们主要 肌肉刷病的皮肤之后 我就确认病人主要的一个压伤的照护计划 后来我们可以解释如何 process 或者认识 能够进行接规判对患者 当病人有三级压伤 三级以上的压伤的时候 系统也会同时提醒我们要照护伤后护理师 那三级压伤后护理师就会到立场来协助病人的伤后护的部分 那提供他一些优质的照护 并教导病人跟患者的家属 那接下来我要再分享一下就是机器人在护理的应用的部分 机器人在护理的部分 主要会有医疗的应用部分 所以我们主要会有四个区块来去做说明 那从临床的医护人员 病人 家属 照护员跟管理者 这四个部分 对于医护人员 机器人可以提供支援我们的整个流程更顺畅 然后更简便 工作更有效率 且可以更自动化的部分 那在病人跟家属的部分 他可以提供 然后病人及时的慰教 沟通讯息 然后让他们不用等待 比如说在门诊的 后诊的时间 看门诊的时间 那他立即的可以知道 这个什么时间要到诊间去做检查 或看诊的部分 进行的诊분顾 或者用的遣运一些品質 那么大部分是 trzeba otta prophecy和 salud 或者户水平ande的内部 发生的需要 pumpkin 并且转发生的解采取成医护悦 其实在社会和健康的体育 所以在身份有一定的消息 可以ким感染一下 然后才能 corresponding 越来越的是查证 去后患因为車和搭买您的感染 我们需要在医护人员 派口 peng入省祇 和 gesch 去找派업的目的 然后在医护医护 cann 在招呼员部分,他可以降低我们招呼员的因为工作而受伤的风险 以及接受不必要的一些情绪,但他可以做更专业的招呼 在关系的部分,可以藉由数据的分析管理,然后来提升招呼品质 那机器人还有具备哪些能力呢?他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环境侦测的能力 他也可以跟病人家属互动 机器人也可以去移动他的能力,就是他的行动能力 机器人他自己可以做的,他可以去移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医院有这三种的机器人来去做协助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COVID-19的时候有一个消毒机器人 那第二个的话是一个运送的机器人 第二个是有机器人,它是有自主的导航,然后将物品运送到安全的地方 那第三个机器人的话,它是可以是类似聊天的机器人 它可以跟病人,提供病人位教,然后有接收镜头跟收音的部分 第三个是有机器人,可以帮助教育 那在疫情期间我们这个机器人他也会走到病室跟病人去做互动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医疗设备定位系统 在各个病房单位有很多医疗仪器 那我们利用定位系统来即时掌握这些医疗仪器的位置 那可以即时掌握到病房区的医疗仪器 然后也增加可利用率 那让管理更透明,更有效率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的话 就是说其实机器人 它进入我们这个世代是越来越多了 那尤其现在是高龄化,少子化的时代来历 所以医院势必须要导入机器人来协助更多的医疗服务 那机器人其实现在目前还是非常昂贵的 那它的成本的部分也是医院所考量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机器人有可能也会受限 就是说我们医院的动线设计 如果要从AD到VD或者是从上下楼梯的话 那有些机器人就不一定可以运作 那如果医院要利用这些机器人能发挥到它最大的效益 那就要为机器人专门打造专门的电梯或动线 那在未来的智慧医院设计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这个机器人的使用空间把它考量进去 让机器人有它自己的专属的管道空间来去做运作 所以目前医院先会在比较密的空间来去做推行 那比如说开倒房 这些就是可以用机器人来协助打包器械 然后运送包部的机器人来去做协助 那也可以就是它帮我们有干净跟污染的器械来去分开做运送的部分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考量的部分 在使用机器人上面要需要考量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附届机器人的部分 然后你看像这个图片当中 它的手跟碗的动作其实都是可以来去直接抓卧 做到精细的部分 那我们医院也有类似的一个附届机器人的部分 来协助病人做附届机器人 来协助病人做附届 那我们来看一下藏造的部分 那在厂造系统部分的话 就是以台湾它厂造系统的部分 它有一个主动陪伴的机器人 有声控的部分 那也有机器人来协助 就是让家病人来去做附届的部分 那在疫情期间我们医院有一台机器人 然后进入病室来跟病人进行互动 那在另外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日本厂造机构里面 他们也有宠物机器人 来陪伴厂造中心的老人 那最后的话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未来的机器人 其实是可以提供 更多的护理的照护的部分 然后来提升我们的护理的工作的 加低我们护理的工作量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在这上有点 有点有点有点 我给你帮我和您的朋友 或是您的朋友 有点有点有点 请请请 吴吴吴吴吴 您的朋友 请请请请 感谢 谢谢 thank you for sharing 谢谢 谢谢 baik kita buka sesi pertama dua pertanyaan dulu dan kita ada batasan waktu sampai jam 11-15 dari yang pertama mbak Kevin mau di sini biar populer 目前有两位要问 哦好 Oh di sini sorry sorry Oke eh perkenalkan nama saya Syaf Biramah Oh ini pelan sorry Oke saya sangat kagum Saya sangat kagum dengan penggunaan tadi ya scan barcode di pergelangan pasien Karena saya sendiri ini belum pernah menemukan yang seperti itu Atau mungkin ya saya saya mungkin kurang ilmu juga Jadi saya belum pernah melihat pasien menggunakan barcode di rumah sakit Indonesia seperti itu Nah ada yang ingin saya tanyakan Jadi bagaimana cara kalian di sana itu bisa menetapkan barcode di pasien seperti itu Lalu saya izin bertanya kembali untuk pertanyaan kedua Apakah tadi dari robot lalu scan barcode aplikasi Mengenai pressure injury itu Memang dimiliki oleh negara seperti Kemenkes di Indonesia Atau memang dari rumah sakit Ataupun beberapa rumah sakit yang ada di sana seperti itu Terima kasih Assalamualaikum Terima kasih Bu Terima kas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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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使用是台湾卫生部 必须要每个医院有的 还是医院自己用的 还是有国家一定让 就是国家不一定每个医院要用 还是说医院自己来想法是用的 还是怎么样 好 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首缺的部分 我们每一个病人进来 他有一个 他首缺的制作室 他有他的身份证 进来之后 他进行他的 在这家医院的一个 专属的一个病例号 那这个病例号自动就是会产生 从电脑系统里面 我们的行政人员自动会帮他产生 一个QR Code的部分 那他每一次住院进来 这个病例号就是代表 他的身份辨识的其中一个身份的部分 好的 在家庭上有QR code, 家庭上有QR code, 家庭上有QR code 答案吗? 答案 第二个问题 目前台湾没有针对机器人说 一定在医疗院所一定要使用 可是目前在台湾护理人员 因为也是比较不足的部分 所以各家医院在要减轻护理师这份工作的时候 希望有一些机器人可以来去做协助 所以目前很多国家是希望可以用机器人 来替代一些非护理性的专业的工作的部分 来减轻护理人员的负担 untuk pertanyaan kedua Departemen Kesehatan Taiwan tidak memberikan instruksi langsung maksudnya harus setiap rumah sakit harus menggunakan robot tetapi karena ini ada inisiatif ya dari setiap rumah sakit karena kekurangan keperawatan maksudnya tenaga perawat di rumah sakit di Taiwan jadi setiap perawat itu pekerjaannya terlalu banyak jadi tidak konsentrasi kepada kealiannya jadi untuk pekerjaan yang tidak begitu penting dalam rumah sakit akan dialihkan ke robot jadi misalnya memberikan layanan pengajaran atau mengangkut barang barang dikirim dari A ke titik B itu tidak perlu kan jadi membunuhkan robot menjawab ya Bu jawab masih ada waktu 7 menit 6 menit menjawab Pak masih ada yang tanya atau lagi boleh jadi untuk pertanyaan saya terkait dengan apakah ada kemungkinan untuk beberapa pekerjaan perawat yang akan terganti di masa tergantikan oleh robot di masa depan mungkin itu terima kasih terkait dengan apakah ada kemungkinan perawat yang akan tergantikan oleh robot di Taiwan oke selesai 他问题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护理人员 那现在有了机器人 那以后所有护理人员的工作 是不是会被机器人替代了 是不会的 护理其实有自己的专业的部分 那他就是可能多虑 因为护理其实提供的是 比较有温度的部分 那我们机器人 他比较就是 他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些 就是比较负重会专业性的部分 那机器人 我们在我们的 我们跟病人之间的互动 还需要有一些温度语言的部分 那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护理的部分 是不会被机器人所取代的 可是有一些东西是比较负重的 那可以来取代这个部分 那目前应该是 这几年之后 全世界护理人员的缺会更多 因为老人化、少子化的关系 谢谢 不需要工作人員,可以代替自己的工作人員 将来是这样的 然后因为越来越少的生命在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 会有缺乏病人的病人在世界上 那是这样的答案 多谢 多谢 terima kasih teman-teman semuanya terima kasih ya terima kasi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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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